看看新闻网 看完两个萌萌大的新二代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新晋人气男神郑凯 采访他的时候多了 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或许有些明星爱把家里人往身里藏 但是郑凯呢就不一样 遇上为电影宣传 他就好享受啊 家人到现场为他捧场加油的感觉 来看一下 早前郑凯在上海马不停蹄宣传新电影 《游走你爱我》 其中一站影院当中 我们就发现了特别的地方 在年轻的粉丝群当中 有位显眼的中年大叔 看看和郑凯有没有一点相像呢 这场除了粉丝以外 有一些我的亲戚家人的人 在哪儿我就说了 一会儿发生出去 其实一直以来 郑凯都算是典型的年过家人型男人 亲戚们经常会出现在他的粉丝群当中 为他捧场 比起其他明星喜欢藏着家人 郑凯可是享受得很啊 还记得2013年他在上海宣传电影 《私人定制》 有一大家子人都来给他捧场 今天全家里来多少人过来支持他呀 我们好好都排了 郑凯说说加油 对 来 掌声欢迎一下妈妈 我抱着 我们的郑妈妈 拥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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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马上就要回到那个向山去拍戏了 但我今天给他烧了两个菜带去了 瞧郑凯这一家子都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呀 确实郑凯就是一个十足的居家型男人 除了年后家里人之外 他的婚姻观也非常朴实 对于社会上一些新潮的婚姻方式 比如他自己在电影当中遇到的 借个爸爸生孩子之类的行为怎么看呢 我个人不太赞同这样的方法 因为我觉得家庭还是要 有爸爸 有妈妈 有孩子 才算完整 缺一不可 你是我见过 对待工作认真专业 对待家人充满依赖 就算他在荧幕当中看起来有多疯 近距离观察郑凯 他真的是个十足的乖乖男的 有了新天地尊和不得 有了新天地尊和不得 对待工作认真专业 对待工作认真专业